白雪歌送五判官归京 首先来看学习目标 一 了解作者生平 理解诗歌的基本内容 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诗歌 二 通过品读诗句和想象画面 感受诗歌独特的语言美 画面美 领略曾神诗歌麒麗的特点 感悟诗人乐观的态度和豪迈的气概 三 了解编赛诗特点 积累编赛诗诗句 看到作者曾深 可能大家会想到 今年大火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 主人公不良位张晓静 在追捕狼位的过程中 撞翻了一位骑马的书生 那就是曾深 在剧中堪称搞笑担当 并且在推动剧情的关键进展部分 堪称功不可没 那么娱乐的同时 你是否想过 为什么作者马伯雍 要把曾深放入他的小说之中呢 毕竟圣堂有着那么多的诗人 好 答案就是 曾深是一位边赛诗人 曾深可以堪称是圣堂最典型的边赛诗人了 他与高士齐名 诗称高层 讲到这儿 你是否能说一说什么是边赛诗呢 好 边赛诗是以边疆地区 汉族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 要写出好的边赛诗 必然有 边赛的经历 曾深曾两度出赛 在新疆前后待了六年 尤其是在安息待了很长时间 马伯雍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晓静 也是在安息曾经束手过 如果说 谁能够和主人公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那圣堂之中 属 曾深莫属了 曾深对军旅生活和边地风光有着切身的体会 他的诗气势宏大 风格习俏 想象丰富 色彩绚丽 并且充满了乐观进取的精神 其实啊 我们已经学过不少曾深的诗作了 你能不能想一想 你还能记起哪些曾深的边赛诗呢 好 逢入京史 行军九日 思长安雇员 气中作 马上相逢五指笔 平均传语报平安 摇连雇员局 英镑战场开 走马熙来遇到天 辞家见月两回元 每一句都是朗朗上口啊 那么今天 我们再学一首 堪称是 初赛诗当中的鸭卷之作 那么就是 我们今天的题目 白雪哥送五判官归金 先来看他的创作背景 唐玄宗天保十三年 当时西北边疆一带 战事频繁 曾深怀着到赛外建功立业的志向 在此出赛 重任安息北庭节度时 封长青的判官 可 安史之乱中 他的上司因为不敌安路山的交兵汉将 被皇帝下令诛杀了 曾深闻此噩耗 再次感到前途茫茫 这个时候 同任判官的武舅 被诏归金 曾深便写下了这首 永雪送别之作 接下来我们进入诗歌本身 请跟随我一起诵读诗歌 注意关键字的读音 北风卷地 白草蛇 胡天八月 急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 梨花开 散入珠莲 诗罗木 胡秋不暖 紧轻薄 将军搅弓 不得空 都护铁衣 冷难着 汉海栏杆 百丈兵 愁云惨淡 万里宁 中军至酒 硬归客 胡琴琵琶 与枪敌 纷纷暮雪下园门 风扯红旗 动不翻 轮抬东门 送军去 去时雪满 天山路 山回路转 不见君 雪上空流 马行处 朗读提示 你一定要注意 语速的快慢 语调的高低 语气的轻重 都与诗歌本身的内容相关 一扬顿挫 诗歌才能动听 接下来我们看几个重点的字词读音 第一个 我按传统的读法读的诗 取的是断而仍连之意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可以登录这个网址 去看关于折字读音的争论 并且提出你自己独立的看法 散取的是动词读音 伯取的是书面语读音 着 彻 尤其注意这个字 读音 它的意思在这里是 宴请 好 接着 请你有感情的朗读诗歌 并结合课下注释 思考 这首诗从内容上 可以分为哪两部分呢 提示可以以标题为线索 好 这首诗歌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对应白雪歌 是永雪 一部分对应 送五判官归金 送别 前十句 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 汉海雪景图 后八句 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 风雪送归图 那么 请你再想一想 这两个部分之间 有什么联系呢 很好 诗歌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那么就是 借景抒情 情景交融 诗人在这 以雪景 衬托别情 他描绘了边在八月 冰天雪地 愁云惨淡 苦寒难耐的景象 更能衬托诗人 送朋友的 无限惆怅之情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进入第一大部分 永雪部分 请你有感情的朗读第一部分 并尝试用以下句式来分享你的独特感受 我认为诗中爱这一句写得非常好 原因是 提示 你可以从诗句炼字 修辞画面 情感等等方面来欣赏 好 相信同学们都能够讲出自己独特的感受 相信你们的回答也是意采分成的 接下来我用第一句做示例来讲一下 我认为诗中啊 北风卷地 白草蛇 胡天八月 极飞雪 写得好 原因啊 一个卷字 一个蛇字 分别从正面和侧面写出了风势之猛 飞 勾画出了一幅雪花漫天飘舞的形象 极 表现了诗人的惊奇之情 这两句 极写边塞的疯狂雪藻 在我眼前展现了一幅 赛下秋来风景意的图景 对 就是范仲淹的那首瑜伽奥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呢 依据这个示例啊 我们发现 赏息诗歌不仅可以练字 赏息他的修辞手法 还可以去想象画面 并且勾连你原本的 关于诗词的一些知识储备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赏息 呼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一个呼字 我们可以读到诗人的那种欣喜 春风梨花 比喻十分新奇 想象蹊跷高昂乐观 这两句诗 诗人由眼前的景象展开联想 望着披上银桩的树木 诗人忽然觉得自己 好像已置身于大好春光之中 那强劲的春风 一夜之间竟吹开了 这千树万树的梨花 明明是八月大雪纷飞图 在诗人的笔下 却写出了融融的春意 那么虽是世外之景 以雪为主 可是诗人写出了 编赛特有的奇异风光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 透出了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个扇子写出了风吹雪花 点点飘入帐内的情景 一个入字将读者的视线 从广漠无垠的空中 转移到中军将领们的住所上来 狮子写雪花融化 沾湿了螺木 胡琼指白天 锦青写的是夜晚 不暖和薄 均可以见出雪天的奇寒 将军脚弓不得空 空的意思是拉 敦户铁衣冷难拙 拙的意思是穿 将军的弓箭都不能够被拉开了 敦户的铁甲已经不能够 因为太冷了 已经不能够穿在身上 可以看到胡天的奇寒 叫人难以忍受 将军和督户尚且如此 一般的士兵就可想而知了 这两句与前两句 既表现了边地军营中 将士们的苦寒军旅生活 又从侧面衬托出了大雪的寒威 这句是写的室内之景 从小处入手 以寒为主 汉海栏杆百丈兵 愁云惨淡万里宁 汉海指沙漠 栏杆讲的是沙漠里冰雪纵横交错的样子 惨淡凄惨暗淡 这两句开始转写野外的雪景了 描绘出了非常开阔的画面 百丈兵当然是夸张的写法 极言其汉 让我们想起行路难 李白的那首对吧 寓意了行路难之意 愁云惨淡 是为鉴别场面酝酿了气氛 这一幅图景跟开头的一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实从这儿 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思想感情上存在一些矛盾 一方面 他热爱边地特有的风光 另一方面 武判官的归精又牵动了他的乡土之思 所以这里豪放的情怀和惆怅的思绪 是坚而有之的 这幅冰天雪地惨淡图起了乘上启下的作用 那么他紧接着引出了送别的图景 接下来我们来看送别的部分 请有感情的朗读第二部分 并尝试归纳 作者写了哪些送别图景 表达了什么感情呢 好 我们接着来解析 中军至酒 印归客 胡琴琵琶与枪笛 印的意思是宴请 这句写送别宴会 点名的地点是在中军的营帐里 印归客说明 举行这次宴会是为了送武判官归精 这句紧扣诗题 连举了三种乐器 以借贷的方式 写出了送别宴会上的热闹情景 纷纷暮雪下园门 风撤红旗动不翻 纷纷啊 急言雪之大 风撤 撤的意思是拉和扯 翻的意思是飘动 红旗啊 被风雪给冻住了 风吹都不能够再飘动了 这两句 急言的天之海 日暮时分 大雪纷纷 茫茫雪原中 一杆红旗 这句运用了反衬的手法 既突出了天气的寒冷 也写出了汉海冰原中的一个亮点 色彩感极强 富有表现力 在我们眼前 构画了一幅奇异而美丽的画面 制酒 引别 圆门送别的场景 可以让我们看到 将士们之间的深情厚意 轮台东门送军曲 去是雪满天山路 从原门一直送到轮台东门 表现了诗人对朋友的依依不舍 尤其一个满字 表现出了风雪之猛 路之难行 传达出了诗人对朋友的关切和担忧 雪满路 情 何尝不是满路呢 山回路转 不见君 雪上空流 马行处 写与朋友的告别 着力表现的诗人 助力远望的情形 不见 和一个空字 君传达出诗人 因朋友的离去 而产生的无限惆怅之情 诗歌末尾四句 离别之情浓郁 天山雪路 没能阻挡有人离去的步伐 有人带走的祝福 牵挂 给守望者留下了绵绵无尽的思绪 这样的结尾 言有尽而义无穷 是属于诗歌的留白艺术 这种艺术魅力 同样在李白的宋别诗 黄鹤楼宋孟浩然之广陵里存在 你还能想起来是哪句吗 对 孤帆圆影 碧空尽 唯见长江 天际流 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最后 别后目送的场景 尽显一息别的惆怅之情 好 我们来总结归纳一下 这首诗歌 有两个部分构成 前十句 写了白雪歌 满天大雪图 后八句写的是 宋武判官归京 雪中送别图 我们再次想象一下 大雪纷飞 遍地银庄 雪天其寒 难以忍受 沙漠冰封 愁云惨淡 摄宴 见别 寄予感慨 依稀别 无限惆怅的场景 作者 通过描写遍地奇异的风光 抒发了宋别的惆怅之情 南朝的文学家江烟 在别覆里说过 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已 宋别诗 尤其使人黯然神伤 然而 曾深这首诗 自有其不同之处 除了作者 宋别有人的 惆怅不舍之行 你还品读出了什么呢 好 我们还品读出了 对边塞 雄奇归利 雄魂 碑壮景色的描绘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 梨花开 明明都将军 搅功不得控 都护铁衣 冷难拙的 极其苦寒的军营生活了 可是 愣是让诗人写出了 春意融融的 活力无限 我们还品读出了 对戍边将士 艰苦边塞生活的描绘 纷纷暮雪下园门 风彻红旗 动不翻 动不翻的 不仅仅是红旗吧 还有边塞将士们的信念 边塞雪景在诗人的笔下 是如此的雄奇壮丽 诗人 是如此的乐观豪迈 那么 是什么 让诗人 能够有这样乐观豪迈的精神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材料 读诗歌呢 就要知人论事 材料一 唐天宝年间 李唐王朝国力强大 不断拓展疆域 因而在边境 与西北的少数民族 不断发生战争 许多热血青年 投身塞外 立志报国 同时呢 有若干仕途失忆的文人 把立功塞外 视为求取功名的新途径 陈申啊 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怀着建功立业的志向 两度初赛 前后在边疆军队中 生活了六年 材料二 陈申啊 曾经在这里写过 功名指向马上许 真是丈夫 一英雄 他还写过 小莱斯报国 不是爱封侯 从这两则材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是一个 有理想 有追求 热爱生活 有报国之志的人 而世人所处的时代 正值大唐盛世 国家的强盛 自然也给人一种 昂扬向上的力量 所以在这首诗中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 世人乐观向上的情怀 通过这首诗 我们也进一步的 走进了曾深 走进了一个热爱国家 有报国之志的人 他渴望建立工业 实现人生的报复 心胸开阔 气概豪迈 在大唐盛世 像曾深这样 胸怀壮志的文人 还有许多 他们投笔从容 驰骋江场 报效国家 如果让你举例 以边塞事为政 你还能想起谁呢 好 想起 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楼兰 中不还的 王昌龄 想起 男儿和不带无钩 收取 关山 五十周的礼贺 想起 男儿本自重横行 天子非常赐颜色的 高氏 想起 罪卧沙场 君莫笑 鼓来征战 几人回的 王汉 一句一句 边塞诗歌 朗朗上口 也让我们 热血沸腾 最后 课堂小节 自古多情 伤离别 离别作为人生的一幕情景剧 大多涂抹感伤的色彩 弥漫悲剧的气氛 但并不是所有的别离 都要说哀完语 做愁苦态 正如即使在乌云布满天空时 偶尔也能看到一抹透过云系的阳光 人总是要往前走 前进 也许是为了更好地停留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 愿我们都像岑身一样 冰雪严寒之中 也能够看到万树梨花 冬天来了 春天 还会远吗